好,我们现在来到Windows的安装界面 那这边的部分 选择繁体 这都预设的 然后键盘输入法选择微软做音 按下一步,按立即安装 那这边选择我没有产品金要先略过 然后选择你看你购买的版本是家用还是专业版 如果是家用版的话就是选这一个 这个就是64位元 你要选择对的版本 错的版本他到时候需要Key会Key不过 然后这边是按我接收条款,按下一步 升级跟自定这边选择自定 好,那因为这一颗电脑他只有一颗SSD 所以选择这一颗 好,这是C槽 那这边按新增 那如果不分割的话就直接套用就好了 好,因为SSD其实现在很少人在分割 所以就建议不分割会比较好 好,那你注意看他现在就是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分割区 好,那前面这三个都是MB 所以这个不要去动他 也不要去选择他 这一般都是隐藏磁区 好,然后 都是开机的磁区 所以这个就不要去动他 然后选择这一个476.3GB 好,然后按下一步就好了 他就会开始装 那安装的过程之中 他是由0到100% 好,那跑完之后他会重开机 所以在这个安装的过程之中 大概要2分钟左右啦 然后重开机之后他才会继续做安装 好,那这个安装过程取决你硬碟的速度 如果你是用SSD速度会比较快 如果你是用一般硬碟速度会比较慢 时间会比较久 好,那个这边你可能就是要耐心等待 好,那那如果说那如果说目前来看的话 呃,会建议就是说 都是选择用USB 3.0的随身碟 去做安装档 好,这个速度会比较快一些 好,谢谢 好,谢谢 谢谢 好,這邊用耐心等待一下 好,這邊用耐心的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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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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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等他就會進桌面了 好,那現在就是已經進到桌面了 好,看一下就是進到桌面之後 他就只剩下就是回收桶跟Edge的部分 所以說如果你要把圖示找出來的話 按個人化 好,然後這邊有個布景主題 那桌面圖示設定 這裡桌面圖示設定 好,然後把這些東西都打勾 電腦使用者文件 網路控制台這些打勾 並按套用 好,那旁邊這些圖示就出來囉 好,那出來之後呢 目前驅動都是還沒有安裝的狀況 好,所以說 你可以按內容 然後選擇 裝置管理人 好,你會看到有很多就是 它是有驚嘆號的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接上 網路線去做更新 這邊測試一下給大家看 這邊測試一下給大家看 接上網路線去做更新 這邊就可以就是 按右鍵更新驅動 然後選擇自動搜尋 你驅動裝人 其實你是不能看見驚嘆號的 好,所以這部分可能就是 要請大家多留意 好,它這個就有找到 好,它驚嘆號都消失不見了 好,這個也是依序這樣子處理 好,這個也是這樣處理 你必須把這些驚嘆號 就是都處理完 它的功能才會正常 因為現在目前 像主機板或顯卡 它所附的那個光碟片 它驅動都比較舊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 上我之後最新的 或者是按右鍵去讓我 幫你做更新 好,那像型卡喔 型卡基本上如果你有裝獨顯 基本上你型號 你也是要把它拉開 看看它有沒有顯示到正確的 好,那因為阿騰這一台 它是內顯 Intel的內顯 所以說一定是要更新 它才會正常 那其實現在裝Windows 都還算蠻簡單的啦 所以說其實 大家其實只要有用心 那可以去試看看 怎麼去做安裝 好,那其實網路上 也有蠻多的人去做教學的 圖文教學啊 或影片分享教學 其實都有 好,那其實有興趣的話 其實也可以大家去搜尋 這些東西來看 好,那相信對3C 電腦這方面 一定會得心應手 好,那以上就是大概是今天的介紹 好,那有喜歡阿騰的介紹 請幫忙做訂閱分享跟按讚喔 以上感謝,掰掰